我在這邊給大家打個樣 氣勢洶洶 關於第一個 我想吐槽的點就是 我是花錢買機票的人 你們每天都叫我坐百度車 我不喜歡坐百度車 你知道嗎 好煩坐百度車 為什麼要坐 有的時候你知道嗎 你以為我今天不用下富一層 我還可以拍拍廊橋的風景 結果他說很抱歉的通知您 今天您的登機口改在58 又要下去 好下去就算了你知道嗎 每次在排百度車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坐位子 然後就一直退一直退 就不想要往前擠 所以我可不可以不要坐百度車 我們也不想坐百度車 我也不喜歡坐百度車 我也不喜歡 大家都不想坐百度車 是難為人 對 你們說 這個百度車就是因為機場的 它的廊橋是有數量限制的 然後有時候我們很早刷飛機 或者很晚到飛機 我們已經沒有廊橋 給我們停了 我們就只能停到遠機位 然後那一段距離 我們是不能走過去的 我們只能通過百度車過去 好吧 但是我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又有了 就是 摔壞我的行李箱可不可以陪我 可以 真的嗎 可以賠嗎 我有和你一樣的經驗 我心想也壞過 我也有收到賠償 三百塊 就是在你損害那時候 你要提供 就是你的物品的發票 購買評券 然後它會根據你那個購買時間 去折算 就比如說我購買多久 然後去通過一個折價 然後可以給你賠償 好 謝謝各位 我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你的問題都很專業 謝謝你 下一位貴賓 我來吧 那你來吧王哥 大家好 這個怎麼這麼矮 這麼矮 大家好 王哥你已經寫著了 不要跟我套近乎 不是你們的歌 好的 王弟 我想問你這是第一個 吐槽的問題嗎 為什麼這麼矮 什麼意思 這個問題是我想吐槽上一位選手 好 我要說一下 我有一個兒子 八卦頭條 王哥有個兒子 我有一個兒子 靖遠 我們的事情 我說沒有想公開 他叫王綿綿 他是一隻可愛的仙羅貓 好可愛 好可愛 確實可愛 好高顏值 他不可以上飛機 他當時 說到傷心處了 因為我經常要飛往各個地方去 然後我的孩子他剛出生才三個月 每天都要聽我講故事才能睡著覺 好 我要帶著他到 你怎麼講你是講喵喵喵喵喵 貓貓要聽貓貓歌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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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些航班他沒有有氧艙 然後我一直要跟我的孩子兩地分離 你知道嗎 試問你們這些有孩子的人 是吧 喵喵喵 我有兩隻狗 熬孩子也是孩子 對啊 他們為什麼不能跟我享受一樣的待遇 我前兩天突然看到一則新聞 好像有一個航班是可以把寵物帶上 飛機的 飛機的 但是我查了一下 發現我的航班都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普及 你們說 說 我们对于这种动物类的 就是活物 一是防止它有传染病 可能 我家孩子健康得很 二是说 我们在运送这些动物的时候 会把它们放到一个 它该放的地方 然后我们是可以运输的 猫属于是活体动物 然后它会在我们舱单上 有特殊的标志 AVI的意思就是活体动物 它会特意写给我们 那个载重平衡舱单上 然后我们还需要去了解这个事 这是需要通知机长的 有的航空公司 现在已经开始普及 宠物进客舱这个事项 然后我们下航 现在是暂时还是 宠物不能进客舱 因为宠物进客舱 它不单单说是我带着宠物 直接上来了 它要涉及到 我这个是窄体机还是宽体机 窄体机能带几只动物 可以上客舱 就是对于宠物的数量 有规定 也是有严格要求的 对于宠物的类型 有规定 它上来之后 一个装载的器具 固定的位置 民航局也是有规定 这些其实 后面会慢慢地开始普及 我相信每一位蚕食官 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儿子 上飞机 这个问题 那我明白了 相信妹妹也听清楚了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有多重大 我相信所有人都有经历过 我们落地了对吧 马上要赶下一个行程 这个时候我们在行李转盘 等超久 请问谁愿意等 没错 每次四十分钟 太久了 为什么等那么久 我走 走了这么长时间 绕过一个 走的那个什么 我就不说去哪个机场了 一直走 走到那边之后 上一辆飞机 才刚出来 才刚出来 为什么 给我说 我人都下来了 来 你来回答 你来回答 你猫还在我那儿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来回答 最主要是运行里的车 它没有装上我们飞机的发动机 对 它很小很慢 对 其实咱们飞机场很大 对 飞机场很大 飞机场太大了 像我在杭州机场运行的话 就从一个最远的洞九号的机坪 滑到有一条跑道要起飞 我当时计算过有九公里的路 九公里 九公里 就是这么远 然后我们飞机有五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滑的话这一圈算上转弯将近要二十分钟 谢谢 这跟机场有关系 跟机型其实也是有关系 就像我们737 是需要大哥们爬到里边一个一个往外用手扳 然后再一个一个落好 都再拉回来 是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他们很辛苦 就外边有时候机舱 机品的温度可以到达五十多度 对 之前我们看到过 对 那咱们算上搬行李的时间 再算上行李运过来的时间 其实那个速度 他们已经真的是尽力了 很辛苦 原来是这样 希望大家多点理解 好吧 那就互相体谅一下吧 互相理解 好 今天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并不是我一个人在问 是我包括我身后千千万万个微博用户 好 我们在微博发起的 机长级飞行意见箱独家提问活动中 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微博网友 关于飞行的吐槽和提问 那有一位微博网友就问了 飞机有些座位是空的 为什么不能调位置 我也遇到过 我旁边前后都是空的 我心想说 那我想坐一个靠窗的位置 解个安全带过去坐 刚 还没等坐下 这说 您好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请回到您的位置上 我说 不好意思 我想坐在这 不可以 先生 我说 为什么 好 请问为什么 因为飞机它是我们在起飞之前都有载重平衡 这个是要在出发之前 包括我们货物装载的位置 人员装载的位置 都计算得很清楚 如果重心变化太多 没有在那个安全的范围 会是影响我们飞机的平衡的 是的 最重要的还是重心的问题 我太沉了吗 我一百四十斤 你说我胖了 大家都纯 不只是你一个人 如果有三十个你一起移到前面 或三十个你一起移到后面 那飞机其实它起飞的这个 平衡在中心的位置就会改变 就我们在历史上还是发生过 这个类似的事故 是的 就是有一个飞机在空中的时候 机头厕所着火冒烟 造成旅客恐慌 当时其实那种情况 乘务员已经控制不住了 就他们统一地往一边去跑 导致了飞机的失速 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原本着火没事 对 原本着火其实还好 明白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737最大滑行 滑出去的一个重量有 拐拐拐久腰 就是七十七吨的飞机 我们滑出去 你猜一下 我们这个由于大家想调位置 多少重量改变之后 我们就要重新制作这个舱单 会影响我们这个重心 七百千克 七百千克 错 刚了 错 高 高 我觉得应该是不超过二百 低 低了 五百 这五百接近了 五百接近了 四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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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五那是多少个人 六个人 六个人 真厉害 对吧 只要有六个人移动座位 就有可能会发生 对不对 就必须更改舱单了 是的 六个人还蛮少的 这么严重 那好吧 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懂事了吗 懂事了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